小子我借你骨骼驚奇 一看就是百零难得一件的练武器材 没错就是你 现在正在观看这个影片的你 你要不要来练武呢 啊我觉得每个人一定都会有一些英雄的梦哦 那在这英雄梦里面呢 会不会觉得自己天生就会武功 会不会有一天会有人发现我的身体有特殊的印象 原来我是一个盖世英雄来到这个世界上了 大家好 我是勤运力的超败人谢岩谷 其实小时候我最常看的像少年张三峰 还有就是那个倚天屠龙记之什么 魔教教主里面 你会不会觉得里面的张无忌啊 哇他那个掉到那个洞穴里面 然后就意外的学到了九阳神功 或者是说他可能因为传了他们那个诗书的一些内力 然后因此他成为了练武器材 那我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些梦想过 甚至小时候我有一次看到那个同学们在打架 你知道吗 然后他就打了年纪比较小的那个小朋友 然后那个小朋友就很拽 然后觉得自己好像很了不起 然后真的跟我同学打了起来 然后他每次打的时候 以为自己是那个气垄柱里面的悟空 他会一边打一边配音效 我想说 配音效好像看来也不会比较强啊 我们的身体里面其实 有没有一个能量是跟这一些武功内力啊 什么达同仁度 偶尔麦啊 或者是我们在练功的时候会有这些气功啊 跟气力 跟我们古老一点在讲的就是 龟派气功波的这个事情 到底有没有真的存在啊 其實我們人體有個最強的脈絡 叫做太陽神經蟲 今天我要來跟你們聊一下 你知道人體內力的這些奧秘 跟我們太陽神經蟲有很大的關係 影片開始之前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的話 請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 以及分享我們的頻道給你所有的朋友 那才不會錯過我們所有影片的通知哦 那我們來趕快開始吧 我們身體有一些可以當氣功啊 氣功是不是真的可以變成這個 傳出去的那個光波呢 或是氣波呢 其實啊這件事情在我們中國傳統啊 不管是道教 或者是我們一些武術的學派裡面 都有蠻多的一些詳情記載哦 像是道家在說著大週天 炸週天就在想的是 宇宙之間萬物流動的這個氣息 跟這個能量的流動 小週天在講的是 我們內部身體的流動 以及流燙的地方 那甚至還會有一些關於 熬修煉丹法的 裡面在講的我們的丹田 然後以及我們的內丹樹 就像我在教同學們打坐的時候 我就會說你要先氣徐 然後進入這個沉到丹田的底下 再將氣給放出去 那在這個煉丹法裡面就講的就說 我們的這個位置的地方 它是一個像煉丹爐的狀態 它是將我們的精氣神在內部煉化成氣 然後進而促進我們的身體啊 我們的肌肉啊 以及我們的呼吸 那這些促進的過程之中呢 你除了身體會變比較強壯 譬如有預含的能力以外呢 也會讓你整個在精神比較好 或者是氣色比較紅潤的一個狀態 還有太乙精華中 子中也在說的是 我們用身體來做這一個修行的過程 可以煉化我們內部的一些能量氣息 進而去促進你的太乙精華 可以去綻放以及擴充能量到你的身體之中 那其實如果最明顯 或者是我們最近在影視座裡面最能看到的 其實除了功夫以外 其實大家有沒有發現啊 在鬼滅之刃裡面提到的呼吸法 是不是在藉由呼吸 然後調整的過程 去讓自己的氣脈流動 然後促進到你的肌肉的每一個地方 都可以有不同的能量擴充 而導致你的肌肉耐力增加 甚至可以到控制自己的肌肉狀態 以及自己的力氣 和整個身體的機能發揮到最大的狀態 那這一些各家說法呢 對應到我們的脈輪能量裡面 其實它就對到哪裡了 你們知道嗎 就是我們的太陽神經蟲 太陽神經蟲大家知道 它跟我們的個人意志中心 非常大的關係 那也會代表著你這個人的主張 你的想法 你的個人狀態 甚至我會認為太陽神經蟲 跟你這個人格表現 跟人格特質有非常大的掌握度 你想想看 通常我們在看一個武俠小說 或是武俠的故事裡面 主角是不是都很有自己的個性 很有自己的想法 很有自己的主張 有些可能叛逆 有些可能中二 有些可能有點 一開始有點沸沸白痴的 像某一些忍者啊 還是說有一些手會伸長的角色 一開始有點笨笨的 也算是一個個人的特質的一個狀態 那其實太陽神經蟲 在個人意志展現的過程之中 就會跟你身體能不能擁有 這些很大的氣力啊 肌肉耐力啊 個人主張啊 有非常大的一個關係哦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哦 大家有沒有發現 如果太陽神經蟲的位置裡 看過去的話 除了所謂的丹田處 除了所謂的內丹法 除了煉氣法 還有所謂的小周天的這個地方以外呢 它其實也跟我們的胃啊 腸也有很大的關係 哦 我們古代在看著我們的中醫 或者是我們的經絡書的時候 都會講的是哦 病氣其實在胃裡面 是看腸氣裡面會殘留的最久 或者有人說是什麼 病蟲口露的這個說法 都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太陽神經蟲的位置哦 不只在我們的生活 以及機能健康上面 站在一個很大的位置 在古代裡面 甚至在氣功、氣脈 或者是煉氣的方法中 也佔了一個舉足輕重的狀態哦 所以這一切矛頭都指向 其實太陽神經蟲 可能就是我們 內在這一些 力量全員 以及個人意志展現 甚至是跟你的氣場 氣度 還有你的表現力 還有你的人生 能不能成為一個 武林奇學中的主角的感覺 有非常大的一個關係 那你為什麼人生 沒辦法擁有這一些 個人氣場 跟個人能量的擴發 那其實就跟你太陽神經蟲不平衡 有很大的關係哦 那總的來說呢 大周天跟小周天啊 在講的是內外在的轉化 大的轉化、內的轉化 那丹田樹呢 在練的是氣的一個轉化 那太陽神經蟲的位置 佔了這麼大一個部分哦 其實大家就可以知道哦 如果我們在這個能量 可以平衡的時候呢 其實你會有很多的 自我表現能力 會有很多的一些想法 跟主張 有這樣太陽神經蟲 沒有問題的人呢 他其實是屬於工作上面 很有自己的目標 很有自己的想法 相對來講 其實也更容易成功 然後這個人的健康 也會相對比較平衡 那如果他遇到了自我主張 非常的薄弱啊 很沒自信的一些狀況的時候呢 其實我就會發現哦 啊這個人其實 自己的那個 你看微微縮縮的啊 肩膀會縮小啊 氣色比較不好啊 比較沒有血色啊 或者是說會感覺 這個人就有一點 像日本人講就是 什麼病氣的這個概念 就是 哦你會覺得他病奄奄的啊 沒有什麼臉色 也會覺得這個人 好像活得很沒有 朝氣有沒有 我在多年的修行經驗 以及在這個療癒的過程中 我也發現太陽神經蟲的人啊 如果出了問題 會不夠平衡 除了在自我主張跟表達意志以外 他也很難在人生有下一個進展 那為什麼呢 那因為太陽神經蟲要裸出問題的時候 你會除了 不敢表達自我主張以外 他也會對於很多事情的負責任的能力 會下降非常多 因為他可能會擔心說 如果我表彰了我的想法 或者表達了我的見解的時候 我就需要為這個見解負責 或者是說 我得扛下這件事情 我講出來後所造成的後果 那為了避免這個後果產生的 我就是盡量讓自己不要有機會 老達 或者是說 每次我講一講之後 你們說 聽我意見嗎 我就說不用啊 看你們啊 或者是說 要交給你處理的時候 就覺得說 我可能沒有辦法 那不然照你們的說法去做好了 那我這邊就總結了我這數年下來的經驗裡面 如果太陽神經寵不平衡 就是說你個人的內力氣功不夠穩定 沒辦法散發出個人氣場的人 會有哪些症狀 那第一個呢 我會發現 沒自信 或者是覺得自己的狀況比別人差 永遠拿別人跟自己比較時 自己會覺得自己略遜一籌 第二個 會不敢或無力表達自己的意見 他會覺得沒有辦法講出來 或者是說 講的時候就要很小聲 或只能在後面偷偷講 不敢正面的去跟對方表達自己的想法 第三個 在表達意見的時候 只要有人質疑就馬上動搖 居然講就說 欸我不想要吃日式料理耶 然後有個人可能跟他講說 哦 哪裡不好 嗯 哦 那沒關係也是可以啦 我只是不吃生的而已 就這樣 你一被刺激 或者是說一有人跟他反駁 提出反面意見 他就會馬上動搖自己的立場 那第四點 就是表達了意見之後 沒有辦法負責或是不願意去接手 就像我剛剛講的 哦 他可能在露營的時候就說 我覺得我們這個帳篷我不喜歡 那表達之後就說 那你要找新人嗎 還是你來處理的時候 他就說 哦 那我也是可以忍受啦 哦 那不然我就可以 先不要處理好了 我覺得就沒關係 就是沒有辦法去為這個事情 給負責的責任 第五個呢 是最嚴重的就是 什麼事情都要經由他人的意見 甚至會有一點要求別人背書的狀況 哦這種狀況 比如說就是 他會自己要做決定 他會希望 有人可以說服他做這個決定 或者到處去問人家的意見 說可不可以支持他這個想法 我們作為占卜師 這很常遇到的個案就是會 明明就是不想分手 然後但是呢 每次占卜占到分手的時候 他就會到處去問所有不同的占卜師 就是要問十個 有一個人跟他講說他不用分手沒關係 然後這個時候就會很像就是說 欸 我沒有分手 是因為那個占卜師跟我講說 我可以不用分手耶 哦就是想要找別人背書 所以以上五個症狀是我總結出來 海洋神經總在不平衡 也就是說你自己的氣功內力 不穩的人哦 特別會有這種狀況 那這種人也會顯得相對的心虛 或者是會覺得自己好像很沒有 很沒有個人價值 或者覺得自己好像沒有什麼成功的可能性 也會覺得自己就是 只能在社會中當個底層小角色 然後覺得自己在團體之中哦 比較沒有個人定位 只能來當個分母 或者是來當參與者的一個狀況 這是我個人在這個修行以及邁远療癒經驗之中 所發現的這些症狀 所以你不妨可以測驗看看 或者是你觀察一下身邊的人 有沒有這樣的症狀 或者是你會不會就是這樣的人呢 好我們可以了解一下 如果你是這樣的話 你的個人能量的能量場啊 以及就是你個人做很多事情的一個 能力和氣度也都會不夠的充足 這會導致你的人生比較容易 沒辦法進展到下個階段哦 那接下來我就要跟大家來分享一個例子 我曾經在這些經驗之中 遇到了一個太陽神經窮不平衡 然後這可能讓他自己個人 能量場和氣場降得比較低的一個人 有一年我在上課的過程之後 遇到一個學員他叫做阿炳 那這個阿炳呢 他就是一個 我看到他的時候 就覺得他是一個沒有什麼氣色的人 然後也是未懦弱的 他走路就會這樣子 然後咕咕 不太敢把自己的肩膀伸出來 也不敢抬後輕鬆的走路這個狀態 那這個人呢 我就問他就是說 欸 請問今天來尋求什麼幫助的時候 他就是跟我講了說 他覺得自己人生一直沒有什麼進展 他也不知道自己接下來要幹什麼 他覺得很迷惘的這個狀態 那我就問了他哦 你為什麼會這樣覺得 以及你真的困擾是什麼 那過程之中 我們當然聊了很多 他覺得自己有很多的見解 自己有一些想法 但是表達出來沒有人願意聽 甚至我覺得他甚至沒有真的表達過 他只是自己在自己的想法裡面 然後並且一直跟我講 還有這些想法 但是呢我跟他講說 那你要不要去做這個工作 哦你既然想當廚師 你要不要去試著做廚師工作 或者是說你既然想要自由業 你要不要試著去嘗試自己開發什麼案子 那你會什麼技能呢 只要一到執行步驟 或者是說建立他的個人形象 個人定位的時候 他就會一概一拒絕 就說哦那我可能沒辦法 那我可能不行 哦那我可能做不到 那這個人呢 我後來在觀察 他跟學員互動的過程之中啊 他就像上訴的五個症狀裡面 他就種了裡面的四條 哦他沒辦法對事情負責 或者很沒自信會動搖 或者是會想辦法配合別人 或別人一直問他 他想要幹嘛 他想要什麼的時候 他就變得自自烏烏的 無法回答的症狀 就相當的嚴重哦 在第一期的時候我跟大家分享過 脈絡的症狀 其實也會影響到你的身體 會有一些狀況哦 那這位阿炳啊 他就長期飽受就是 微死到逆流 他甚至有些腸胃問題 他有一些乳糖不耐症 以及他消化不好的狀況 也會有過多胃酸的問題 這些部分他都需要很注重跟小心 那他也很多避開不能吃的食物 所以他這件事情其實很辛苦 但是他面對這問題的時候 他主要是去看醫生解決 但是如果我跟他講說 你其實是你自我主張的問題的時候 他每一次都會跟我說 那他可能沒辦法 暫時可能做不到 那經過我這樣兩年 在上課的過程中 不斷引導他 讓他試著接納自己不同的想法 以及讓他相信 他的表達是可以被接納的 他是有安全感的 或者是他講出來 並不會馬上被拒絕 你要試著相信 你可以被信任 或是有些人 你的人可以存在的時候 他才慢慢的去舒展這個表達出來 而且在過程中他也發現 他這個 胃部的這一些狀況 以及這個 不舒服的狀況也降低了很多 這就是我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有這些症狀 或者是說你有上述的這一些情形的話 很有可能就是你太陽神經蟲 沒有完全的平衡囉 所以太陽神經蟲的不平衡 代表你這個人是沒辦法練功的 你不適合當練武器材嗎 其實也不是 也就是說你這個能量不足的時候 你是很難在自己的人生進度 以及在整個生活狀態的推進 或者是生活熱情裡面 你是很難有一個很大的執行力的 其實喔 我們的人生到底哪些是你的武功 哪些是你的創造能力 哪些是你可以打出來的拳 這其實就跟你能創造出多少價值 能做什麼工作 你有多少的創作力 以及你可以在工作上面獲得多少收入 還有工作能力 這就是一個相對的狀態 所以如果你的太陽神經蟲沒有足夠平衡的話 你內力不足 內力不足 氣力不足 氣力不足 沒有內單的那個企劃 去讓你的生活充滿更多動力的時候 你是不是相對就會覺得 很多事情沒有熱情 或是你根本就沒辦法把這些事情給做好 那開始消極無力的時候呢 你也會覺得自己就人生很消極啊 很消磨啊 也沒有太多的想法 會變得比較灰暗一點喔 我們應該用什麼方法去療癒太陽神經蟲喔 其實我覺得最好的方式 除了冥想啊 或者是說你可以去調整自己的飲食 或者是你可以學著去表達自己的想法 跟整理思緒以外 最好的方法就是要開始進行覺察 或者是發現自己原來我是這樣的人 我想做這樣的事情 或者是說我其實不喜歡哪些事情 在我生命之中出現 所以我們在各種時候看心盤啊 指揮盤啊 我們八字命盤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希望學生可以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說 你看這些盤就是更了解自己的使用操作說明 那藉由了解自己的使用操作說明 以及自己適合往哪一個屬性去發展的過程之中呢 你能找到自己最佳的定位 你才能創造出你最舒服最輝煌的人生體驗喔 那像不像我們在動畫裡面看獵人 獵人裡面不是有不同的屬性嗎 有放出戲有變化戲 然後也有一些特質戲 那如果你連自己的屬性都不知道 然後你去練了一個不同的戲 比如說你是強化戲的人去練了控制戲 那會不會覺得自己學了說很痛苦 而且你好用自己不擅長的能量去操作 那是不是又會覺得沒辦法練到很極致 也沒辦法跟那個正常訓練的人 達到一樣的效果呢 這就是如果你沒有深刻了解到自己的使用說明的話 很可能你在自己人生道路上面 就很容易會遇到一些挫敗 或者是走了一大圈才發現 這可能不是自己想要的人生喔 這就是今天太陽神經從來跟大家講 人體裡面最大的內力以及武功修煉的這個氣力奧秘裡面 其實了解自己的能量在哪邊 這是非常重要的喔 當然啦 如果你是真的是習武之人 要知道自己的氣功該怎麼練的話 這可能要找專業的氣功老師 或者是要專業找武術老師 才能做這個學習 那如果你有相關的問題 或是病理問題的話 建議還是要尋找一個正確的醫生管道 或是心理醫生的一個諮詢 這是最好的方式 那如果你發現這樣子的尋求幫助過程之中 沒有獲得你要的答案 也可以往我們去研究所來 我們這邊會有一些靈性的建議方式 或者是探討 你這些狀態物理以外的心靈感受 以及意識上面到底哪些問題 導致你有這樣的一個症狀喔 我們有這樣的公益檢測 也歡迎大家可以來跟我們預約 公益占譜以及公益檢測的方式 了解更多你的內在內力 是怎麼被阻礙的喔 那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大家都可以成為你們的武林奇才 其實武林奇才就是說 在你人生中創造出輝煌的人生成績啦 記得按讚訂閱我的頻道喔 下支影片見 掰掰